她們 ак profitability的 Tmusic on Chinese 那你覺得可以否以一個女強人去形容你呢? 其實女強人用這個詞 我一直都是向著這個目標進發 因為XD 我從小到大都什麼都嘈看自己 就算我參選港姐 我會填寫表 我當然要給貓兒簽名 我填寫好東西才給貓兒簽名 決定好了 我自己決定了 我要做哪一份工作 我後來做空姐 空姐建功等 我都不跟家裡說 我自己做完成功了 我成功了 我便說得了 所以他們對我完全沒有擔心這些事情 但後來大了之後 我說話越來越少 他們才開始 可能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開始擔心這件事 旅強人 是的 因為我一出來就是做秘書 做完秘書又去做空姐 一步一步一步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好了 去到娛樂圈 接著 選港姐 選港姐又入娛樂圈 我依然很想有自己的事業 當時小時候未懂得去想什麼事業 只是覺得在娛樂圈這邊 總之我做吧 機緣巧合之下 遇到一些商界的朋友一起做 我始終覺得 女人要靠自己 所以 這是最大的安全感 所以我絕對 不介意有這件事去形容我 當然 幾強的女人 都會很希望 都會有軟弱的事 都會很希望有一個本的 都會很希望有另一本的 但問題是 有時候都是很隨緣 我覺得這件事 你沒得逼的 很多人說 你到了認識分年齡 你要生小朋友 我都知道 你不斷提醒我 每一年過年 就被人提醒我 何時到你 又中所理事 都說沒辦法 收到今年 但是 沒得逼的 因為這件事 我不會因為要生小朋友 而去隨便選一個人 去做這件事 這也是上天的安排 我認為 最重要是 開心 真的最重要是開心 兩個人起碼一起都要開心 但是 如果 這樣說 如果要生小朋友 我們一定需要結婚 如果我決定 兩口子不生小朋友 那就可能 其實都不需要結婚 我覺得 會不會是因為 之前也有一段 比較沒有那麼開心的 愛情的經歷 令你更加加強了 你會覺得 女士一定要有自己的事 一定要無論怎樣好 都靠得住自己 會不會更加加強了這方面 都是的 都會的 這個經歷對我來說 都是很黑軍銘心的 但我不會把這個 當為一個污點 我覺得是一個經歷 因為如果 我這一刻不經歷這件事 到我四五十歲 才來經歷這件事 到時候我不能回頭 我很慶幸 我很早 遇到這個 對我來說 一個這樣的經歷 我可以 還有時間 讓我重新調整自己 重新再來 我覺得是一件 算了幸運的事 之前有聽家長分享 其實女生是要拍拖的 多拍幾次拖 你才會知道 自己有什麼 喜歡的不喜歡的 有什麼是接受得到 接受不到 還有我又認為是對的 我覺得很多家長 可能很愛護小朋友 但我自己認為 我覺得是 讓他們出去闖一下 讓他們多點自由 可能是的 其實聽小朋友的交通 我也覺得很好 但是 讓他們自由去拖 或者是跟他們聊天 知道他們的心想 有什麼 從中去調節一下 令他們不要有那種 這麼快有那種 反叛的心態 大家像朋友這樣 我覺得是值得的 這件事 很好 為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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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